马云一走进会场 知识者手伸得好长 原来为的就是这个小玩意儿 这几个字都是我写的 代表的我一个心意 因为只有台湾平安了 人民才会有福气 选战倒数69天 在南投造势会场首都亮相 马总统亲自当model身上挂一个 这平安符取名台湾平安符 总统亲自提字 还会印上国旗图案 第一波感应5000个 软性诉求争取蓝绿公约数认同 怎么能让蔡英文的三只小猪一只独秀 小猪的悬崩是国民党造就的 为什么是国民党造就的小猪的风潮 就是我们的社会 长期以来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不过这台湾平安符 似乎很面熟 那是14年同样在选战倒数时刻 当时民进党阵营也设计了一款平安符 叫做平安幸福 绿底红字写上保平安拼幸福 和这回马总统的台湾平安符 还真是一举同工 当时还有立委参选人和总统候选人 组成助选团 平安符一路发民众一路抢 把绿营选旗炒得热到不行 七点后蔡英文的三只小猪风潮重现 马屋团队不能干瞪眼 想尽办法固执成功惊艳 蔡英文 牙秀经理正到SAnews小组 台湾报道